开晓之 以不可思议的称何本性的方便 视线三昧的这种方式 来开晓众生 所以顾名为限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二者未顺西谈因缘 西谈因缘 西就是普遍 谈就是布施 谈波罗蜜 那么 西谈就是说 为了适应众生 而有普遍的各种不同的布施 那么一般来说有四种西谈 第一个是世界西谈 第二是未人西谈 第三对峙西谈 第四呢 第一西谈 这我们之前讲过了 那么这个叫做四种西谈 是有众生闻说法而得四义 世界西谈呢 叫做欢喜义 未人西谈呢 就是生善意 生起善法 对峙西谈呢 破恶意 破除恶法 那么第一义西谈呢 得入礼意 入于真如礼的 第一义地的 那么 有的众生呢 他听到说法能够得到欢喜意 生善意 破恶意 或者是入礼意 入第一义的这个利益 义自有众生 见入定而得四义 那么有的众生呢 他是看到佛入定而得到利益 顾虚已定四知 也就是说 这是佛看众生的需求 有的人呢 说法的时候呢 他能够得到利益 有的时候佛不说法 他能够得到利益 就像金刚经 那么佛行柱作为来去呢 泛食器 受一波喜足矣 那么这种种的这个行为呢 也会能够让众生得到利益 他虽然没有说话 那么用定 也用这个禅定也可以让众生得利益 所以这是从世西谈来说 三者未显如来一语一末 无非妙道 第三种为了显示说 如来一句语言 或者是一个漠然 不说话 也就是讲入定的一字 无非妙道 说法或者是入定呢 通通是妙道 所做佛事皆需不需 佛所做的任何一个行为 不管是说话 或者是不说话 或者是入定 全部丝毫没有虚妄 全部呢都是有利于众生的 所以有时候佛入定 有时候佛放光 有时候佛震动大地 有时候佛又要说法 或者是佛出现于世 佛事现涅槃 这一切都是一切都是为了众生 所做的佛事 他都没有任何的虚妄 或者是白费的意识 所以所做佛事皆需不需 所以佛的一言一行 或说或莫通通是度众生的 所以有时候说话 有时候不说话 那么下面说 先以定事了知此法 不至言全 负以语达了知此法 不度暗政 这个佛先在这里先以禅定 来显现了 入这个三昧 常驻法身三昧 让我们众生了知此法 不至言全 就是说这个佛法 这个法身佛性 他不是在语言的 而是透过我们要实际上去修行的 所以不至言全 那么不能停留 至就是停留 我们不能只停留在这个言说上面 佛他去入定 所以像我们说 因戒身定 因定发慧 那么这样去修 才能够产生 这个智慧 跟进入这个体性 所以不能只有用说的 就像我们说 说时 是空 行在有中 空不是一直说的 空是去实践的 真的在境界里面去无所住 然后去理一切相 所以佛先用禅定来表示视线 是为了让我们知道说 这个法不是用说的 不能停滞在 以言全事而已 说了之后还要去做 然后赋予语答 了知此法不多按证 然后佛用语言来回答众生 后面说用语言来回答 是要让我们了知持法 这个常驻法身 我们要成佛的 成菩萨实地的这个法 他不是跺在暗证 暗证就是他视线的这个默然 默然就是不说法 也可以如果相对于这个二圣来说 不说法度众生 不利益众生 那么只是自己暗证 自己暗证你可以一方面说 是无明的 无所了知的证 也可以说 是治了的一个证 自己了脱 我自己证三昧就好 自己入殿 入虐法就可以了 而不去说法利益众生 所以也表示说 这个法不是只有在自己的暗证 心中的印证而已 而是还要去利益众生的 所以下面总结说 相貌因生皆为教体 相貌就是定 视线三昧的相 然后因生就是语 语言 言语来说 所以佛不管是入定的相貌 或者是行著作的相貌 或者是用语言因生来说法 皆为教体 皆为教体 皆可作为教体 所以不管是语言的说法 或者是用相貌 入定的相貌 行著作的相貌 搭衣磁波的相貌 托波起始的相貌 扶作而作的相貌 或者是他用语言来说法 这都可以作为教体的 教体就是说 让众生戒教悟心 或者是戒教明这个法 所以这个相都可以 相貌也可以 因生也可以 那么 那么 这里就是在探讨 为什么佛要先入定 然后接下来再说 第三个说法就是说 不管佛是说法 或者是入定 都是有利益众生的 有这个因缘的 那么前面两个是说 因为有的众生 世西坛的因缘 他能够透过佛入定 得到利益 或者是告诉我们前面 第一个说 这个法不是用语言能够说的 是能够要实践去清正的 所以简单说有三个原因 所以要先入定 第三个当然就是说 不管说法也是佛事 不说法也是佛事 那么相貌因生都可以作为 教化众生的这个教法 然后再来最后说 如圣纳佛入那个什么三昧呢 虚空光体性本源 成佛常驻法身三昧 这个名称很长 虚空光体性本源 如果这句要念 我们看101页 这个句很长 那 而使如圣纳佛极大欢喜 现虚空光体性本源 如果要分顿的话 这里可以加一个顿 虚空光体性本源 这个是顿 这个是讲因 虚空光体性本源 这个是讲因 然后 成佛常驻法身三昧 这个成佛常驻法身是讲果 如果这个三昧的话 要把它分的话 可以这样说 虚空光体性本源 然后顿 这是指因 因为它是讲体性本源 然后成佛常驻法身 这个是果 这个三昧这么长 我们再看103页 第一行 而此三昧明虚空光体性等者 虚空光体性本源 成佛常驻法身三昧 为什么这样说呢 它说 虚空则荡无先成 光则骗照法界 体性则十相深远 亦三得密藏之亦明耳 那么 如圣那佛入这个 虚空光体性本源 虚空 为什么叫虚空呢 荡无先成 荡就是浅除 浅除了一切的污垢 烦恼 而没有任何的尘埃 本来无一物合住的尘埃 流入虚空 它把所有的尘埃 全部去除了 就犹如虚空 空空荡荡的 没有任何的污垢 这个是指我们解脱的 解脱的里面 当我们从烦恼无名里面解脱的时候 没有一点点的污垢 没有一点点的烦恼 就犹如虚空 所以这个虚空是形容解脱的 光则骗照法界 这是指这个般若 般若呢 就如同光 光呢 太阳一出来的时候 所有的一切的法界 全部照得到 也就是说我们一切种智 的智慧呢 它能够骗了一切诸法 所以光则骗照法界 虚空光 然后再来体性本源 体性则实相真源 体性也就是 一切诸法实相的本源 所以叫做虚空光体性本源 那么这个是实相 也就是法身 所以虚空是解脱的 所以虚空是解脱的 光是般若的 所以虚空是解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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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是般若的 体性是实相的 那么波热呢 那么波热呢 是了因佛性 解脱呢 是原因佛性 那么在我们 众生心 叫做三德秘藏 那么我们刚刚说 这个是讲因地 此秘密藏 此秘密藏 一切众生本来具足 为臣佛之真因 所以叫做虚空光体性本源 这个秘密藏呢 是一切众生本来具足的 三德 为臣佛之真因 这是臣佛的因 那么我们之前有讲过了 我们法身德在众生 叫做正因佛性 波热得在众生 叫做了因佛性 那么解脱得在众生 叫做原因的这个善性 原因的佛性 那么是众生的因 那下面说 成佛常住法身 上面 下面是解释成佛常住法身 所以这个虚空光体性本源 是成佛的真因 然后 诸佛如来究竟原正 成常住之极果 叫做成佛常住法身 所以我们那个上面很长 虚空光体性本源 这个是讲因 然后成佛常住法身是讲果 诸佛如来究竟原正 这个法身啊 所以成就常住的极果 极就是究竟的果报 叫做常住法身 那么 今和盘托出指使大众 当下见其若因若果之相 亦可谓直结痛快则已 现在啊 和盘托出就是全盘 就是说 如圣纳佛放这个光 从因治果啊 他这个三昧啊 他这个三昧就叫做 虚空光体性本源 成佛常住法身善媚 所以从因治果全部呢 通通说出来了 所以叫做和盘托出 就是全盘啊 整盘呢 全部都拿出来了 指使大众当下见其若因若果之相 让大众知道 从这个众生的因地 到佛的果地 都是这个三德 以可谓直结痛快则已 可以说是直结了当 直结痛快 那么所以他献这个三昧呢 是从因治果 这个先入定 喜呢 赐借听言达 借听就是叫大家注意听 然后言达就是回答 用语言来回答 前面用定来试达 现在用语言回答 初呢 借修三会 借我们要修三会 三会就是文师修 文师修 赐为达所问 为就是详细的 回答 这个三十心十地 那么更经初 先呢 第一个叫我们要注意 修文师修 是诸佛子 前面呢 四线三昧 现在呢 说话了 这里是说话 是诸佛子 地听善师修行 地听就是文 善师就是师 修行就是修 我们说文师修 文会师会修会 所以 如圣纳佛就说 这些佛子你们仔细的听 地就是真实仔细的 去听 叫做文 善师就是师为 修行就是修 那么就是叫我们要文师修 从文师修 进入 再来一百零四页 佛法虽妙非会莫悟 妙悟虽多三会收尽 佛法虽然是非常的微妙 但是如果没有智慧 没有办法悟到这个佛法 那么妙悟虽多三会收尽 我们要悟这个佛法 微妙的这个悟解虽然很多 但是这个三会 就收尽了我们一切的悟道之门 那么三会就是文师修 文会师会修会 下面说 听不递审则文会不生 师不如理者师会不生 行不努力者修会不生 那么文师修三会怎么生呢? 听不递审则文会不生 就是当我们听法的时候 递就是真实的明确的 如果我们听得不真实不明确 第一就是真实 那么神就是细神或者是想神 就是很仔细的 我们听的时候如果没有很明了 很仔细的话 那么这个文会没有办法升起 因听文的智慧没办法升起 那么听文的时候是借着这个 听文这个言说的教法 或者是我们自己读诵 我们自己读诵经典也是属于文会 比如说我们读的时候没有注意 读的时候没有注意去看 去仔细 然后弄不清楚 这个叫做听不递审 那么这个文会不生 师不如理者师会不生 如果我们思维不如理如法的话 那么这个师会也不会生起 虽然有听到经 但是乱推理 乱这个归纳 或者是乱解释 这样也不行 不如理嘛 师不如理的话 师会不生 行不努力则修会不生 那修行没有非常努力的话 这个修会不会产生 由透过修行所产生的智慧不会产生 所以文会是听文 师会是思维 理解 修会呢 是透过修行而产生的 我们去实践的时候 会发现到透过实践跟经典里面去对照 透过实践跟我们平常还没有去实践这种思考去对照 而产生这个修会 文会在明智 师会在观恨 修会在相识 那么这个是六级佛 文会是属于明智位 也就是听文一切众生都有佛性 然后起这个信解 起这个信解 信解我们之前有讲过 一切众生都有佛性 对于真如理体能够相信 那么听到自己有佛性 众生有佛性 非常起大欢喜 那么这个信解产生 师会有信解以后就要去观恨 观恨就是我们常常去思考 虽然我们知道 比如说我们知道有阿弥陀佛 但是我们没有常常去想阿弥陀佛 如果有常常去想 去意念 去观恨的话 那么这个就是观恨 修会在相识 相识会 由文会故得福五柱 因为有文会的关系 能够福祸 福五柱就是福祸 福柱这个五柱 五柱就是五柱烦恼 建于切处柱地 就是见祸 然后呢 欲爱柱地 色爱柱地 那么无色爱柱地 那么这个就有四柱了 就是私祸 欲戒色戒无色戒的私祸 然后再来无名柱地 这个叫做五柱 这个叫做五柱 那么这个文会的时候 能够福柱五柱 由师会故得静六根 六根清静 就是见尸或断静 就是静六根 就是眼 一与眼根了别 射程的时候没有贪正事 也没有不正见 那么而也是一样 彼舍生意呢都是一样 所以叫做得静六根 就六根 触对六成 产生六事的时候 没有见世烦恼 所以清静六根 由修慧故得开秘障 因为有修慧了 所以开这个秘密障 就是我们这个佛信 使由次第为语 若称性者 善慧并在一心中 这个是照次第来说文事修 如果称而本性的话 三会都在一心 那么这句话是说 是诸佛子地听善事修行 叫我们要闻事修 那再来跟次伟达所问 伟就是详细的回答 回答这个问题 说众生怎么样能够成佛 怎么样能够正实地 那么他的因缘的相貌是怎么样 现在呢 一开始先叫我们仔细的听 要地听善事要修行 就是说现在要说 佛有时候说地听地听善事念之 那就是叫我们仔细听 现在要说了 所以叫做伟达所问 初总达因果本基 二广士心地名相 那么先说这个因地跟果地 新初中又是 初明因二明果 三从本垂基 四社基归本 今初 先说这个因地 所以我现在要说了 你们要地听 那么善事修行 然后卢瑟纳宝说 我以百阿僧奇节修行新地 以之为因 好我们先读这个经文 初舍凡夫成等正觉 好为卢瑟纳 柱莲花才葬世界海 好 然后呢 一百零六页 三从本垂基说 其台周遍有千页 一页一世界为千世界 我化为千世家聚千世界 后就一页世界 富有百亿虚弥山 百亿日月 百亿世天下百亿南岩福体 百亿菩萨世家座 百亿菩提树下 各说如所问 菩提树多心地 其余九百九十九世家 各各献千百亿世家 亿富如是 好 那么这个是后面 我们先看前面 一百零四页 说他的因果 第一个先讲卢瑟纳佛 他说 我以百阿僧奇节修行新地 以之为因 我经过一百阿僧奇节 一百零五页 以身为证明是自行真实法门 以我如生阿佛本身来做证明 说明他是自己修行的 曾经成就的这个真实的法门 凡于阿僧奇此云无数 阿僧奇就是无数 数量很大很大 或者是叫做无央数 不可数的意思 不言三阿僧奇而言百阿僧奇者 我们一般说 成佛叫三大阿僧奇节 这里没有说三阿僧奇节 而说百阿僧奇节 这个批界外基 这个是对于三界外的这些 这个立根的 三界外的这些 别教圆教的根基 来说百阿僧奇节 如果对我们三界内的 界内的就说三大阿僧奇节 三阿僧奇节 那么因为他是对界外的菩萨的根基 所以叫做百阿僧奇节 所以须知阴地如是遥旷也 所以我们要知道说 这个菩萨的阴地是那么久 这个佛的阴地已经那么 遥就是遥远 旷就是广大 非常的遥远广大 所以不是只有三大阿僧奇节 佛成佛以来也不是只有这么短的时间 那么这个是讲百阿僧奇节 修行信地 以之为因 再来仁二民果 出舍凡夫成等正觉 好为如舍那 出舍凡夫就是 经过百阿僧奇节之后 舍除了凡夫这个名称 而成等正觉 好为如舍那佛 驻莲花台当世界海 好 下面注解说 身相无名勇尽名为出舍凡夫 好 当这个身相无名呢 断除断境的时候呢 这个叫做出舍凡夫 就是舍弃了这个凡夫的名称 好 那么身相无名呢 也就是我们说 菩萨最后一品无名 叫做身相无名 最后一品最维系的无名叫做身相无名 好 在大圣其心论里面有说了 好 当然这个身相无名呢 因为我们是凡夫 好 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内容 因为那只有 等觉菩萨还有这一品呢 好 等觉菩萨这一品断境呢 身相无名最后一品的时候 才叫做佛 好 所以身相无名勇尽 就是等觉菩萨最后 将这一品身相无名断境的时候 那时候呢 舍离了凡夫的名称 好 然后 果得究竟原局 名为成等正觉 他的果报的功德 究竟圆满 究竟呢 所以叫做成等正觉 好 那么下面解释等正觉 是什么意思 等则双照二边 正则气会中道 好 于十号中即是正片之 好 我们说如来应供正片之 正片之跟等正觉是一样的 好 只是翻译的方式不一样 我们说 无上正等正觉 好 那么 或者是说正片之 好 是一样的啦 好 等就是片的意思 好 他说等则双照二边 好 这等旁边写个片 好 等跟片一样 等正觉跟正片之一样 所以等呢 就是 片的意思 好 等就是周片的意思 好 双照二边就是空有二边 好 双照两边 好 好 然后正呢 气会中道 好 气会中道 好 也可以说双遮两边 因为前面等是双照嘛 好 现在呢 两边都要舍 叫做双遮 双遮呢 就 气入中道 好 好 于十号终即是正片之 好 好 如来应供正片之 好 然后 然后 卢瑟娜呢 什么叫卢瑟娜 此云静满 好 如旺夜之月 旺就是十五啦 好 农历十五日 十五日的月亮 黑象都尽 光体圆满 好 从得利好 好 就是形容说 像农历十五的月亮 好 那个黑暗的地方全部都没有了 没有缺陷 光体圆满 好 从得利好 所以 从清净圆满 叫做净满 清净就是没有污啦 满呢 就是没有缺陷 所以叫净满 暴至明法之其称 好 果报的智慧 契合于法性呢 的究竟的称号 好 一百零六月 好 所以叫做净满 叫卢瑟娜 住莲花台藏世界海 好 我 神等正觉呢 我叫做卢瑟娜 我住在莲花台藏世界海 好 这是十暴无障碍徒 诸佛所敢乘死果报 好 诸佛他的果报 叫做 莲花台藏世界 好 所以我们每一尊佛 每一尊佛 他都有果报 好 释迦摩尼佛的果报也是净土啦 不是我们这个世界 好 我们这个世界只是画土而已 好 所以我们前面说 鸡门就是画土 好 画佛 本门呢就是他的果报的净土 好 跟这个十暴无障碍土 好 跟他的卢瑟娜佛 所以呢 这里是讲生土 好 生就是卢瑟娜 土就是莲花台藏世界 那么这个生土呢 就是佛的果报 究竟的果报 好 所以 十暴无障碍土 诸佛所敢乘死果报 好 色心不恶 一正重重 好 那么生是卢瑟娜 好 也就是静满 清静圆满 那么土呢 是莲花台藏 好 色心不恶 一正重重 好 一报就是国土 正报就是卢瑟娜 好 那么色心不恶就是 色就是 他卢瑟娜庄严的 报生 好 心呢 就是他的智慧圆满 好 大圆满绝 好 心就是他的智慧 所以色心不恶 一正重重 好 好 此世界由众生 心性显现 还依众生 心性安住 好 好 那么这个莲花台藏世界 这个世界啊 莲花台藏世界 是由于众生的心性而显现 就是我们亲近的本性而显现 还依众生的心性而安住 好 我们的亲近的 这个众生的亲近的本性呢 好 而安住 众生心性名为莲花 好 众生心性为什么叫做莲花台藏世界呢 好 为什么叫做莲花呢 在乌不染 因果同死 好 莲花是形容在乌泥而不染乌 好 我们现在虽然在生死烦恶当中 可是这个亲近的心莲呢 它还是没有染污的 好 那么 虽然在这个世界呢 但是它不受染污 好 然后因果同死 就是说 我们现在因地呢 其实呢 就有这个果报 莲花就是因果同死 好 有的花是先开花后结果 有的是先结果 有的采开花 好 那莲花是花果同死 好 那所以就是因果同死 好 由此心性妙莲花故 乃使世界亦如莲花 好 因为我们的心性就像微妙的莲花 所以我们形容说妙法莲花 妙法莲花 妙法莲花境 好 用莲花来形容 那么 所以 使世界亦如莲花 好 所以这个叫做莲花 下面就是台 为什么叫做莲花台呢 此知心性为万法至终极 故名为台 好 心性我们前面说 这个中道的心性呢 就像这个台 好 然后 含无边之差 往 所以叫做帐 好 有无量无边的世界 然后 素无 终始故名 是 横绝方语 故名戒 素就是前后次第的 好 没有开始 也没有结束 好 叫做是 横绝方语 故名戒 素像没有过去现在未来 好 过去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那么 横向也没有所谓的边界 好 没有所谓的季限 所以叫做戒 所以叫做戒 深广南施 顾名海 好 因为广大 没有办法施意 好 所以叫做莲花台障世界海 好 那么这个是 卢瑟纳佛他住的地方 究竟契合顾名住也 好 那么已经究竟契合了本性 所以他住的世界 就 莲花台障世界海 好 那么这个是 注决这一季 注莲花台障世界海 好 那么到这里是讲他的因果 就是说 他摆阿申席节修行信地 以之为因 这个因呢 最后呢 出舍凡夫 成等正觉 好为鲁圣 那 注莲花台障世界海 这个是果 好 那么这个是 他的因果 好 那么如果我们从 开基贤本的话 也就是说 他的因果呢 不是只有说 像我们看到的说 释迦牟尼佛 作为一个太子 出家 然后修道 不是这么短而已 而是呢 经过百阿申期节 然后他的果报 也不是只有八十岁 而是呢 注这个莲花台障世界海 好 清静圆满 好 再来第三个呢 人山从本垂基 好 从这个卢瑟那佛的本呢 垂世这个基 好 就是世线 好 他说其台周片有千叶 好 我做的这个莲花台障世界 周片有千叶 好 千叶 这个就是千叶莲花了 好 如果是我们想象的话 像我们的花瓣 好 那个花瓣有时候 比如说我们一般说 梅花有五瓣 对不对 好 莲花 如果是荷花的话 花瓣比较少 如果是碎莲 有的花瓣很多 好 那么呢 他这个千叶就是花瓣有一千 好 这个莲花 他花瓣有一千叶 所以这个叶 不是我们树叶那个叶 应该是花瓣的那个 好 好 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桃花啦 杏花啦 他一个花开出来就很多瓣嘛 好 那么他这个莲花是有一千瓣的 好 一千叶的 一叶一世界 每一个叶当中有一个世界 好 为千世界 所以在我做的莲花台上面呢 这个千叶莲花 好 他有一千叶 然后每一个叶有一个世界 所以我坐的莲花台 坐下面就有一千个世界 我画为千世佳 拒千世界 那么我儒善那佛就画一千个 释迦牟尼佛 好 各自呢 啊 住在一个世界 叫做拒千世界 就是说我住在那个 莲花叶上面呢 好 每一个叶上有个世界 那么每一个叶呢 一千叶 我画现一千世佳 拒千世界 一百零七叶 后就一叶世界 富有百亿虚弥山 然后在这个一叶的世界里面呢 那个世界就是我们 也是这里讲的 我们常说的三千大千 一个三千大千世界里面 有一百亿个虚弥山 有一百亿个日月 有一百亿的四天下 就是四大步骤 有一百亿的南岩福体 有一百亿的菩萨释迦 做百亿的菩提树下 那么百亿的菩提树就是我们现在印度的那个 菩提盖亚那个叫做菩提树下 那么也就是说 从一个释迦就画出一百亿的菩提树 换句话说这个三千大千世界 不是只有一个释迦牟尼佛 而是有一百亿的菩提树 那么一百亿的菩提树下面都有这个菩萨 菩萨释迦坐在这个菩提树下成佛 所以就百亿的这个释迦牟尼佛 然后坐在百亿的这个菩提树下 那么这个每一个百亿都是在一页里面 就是在卢瑟纳佛他做的莲花当中的一页 这一页里面就百亿虚弥山 百亿日月百亿世天下 百亿南岩福体百亿菩萨释迦 做百亿菩提树下 然后各说如所问菩提树多心